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1月20号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报告 美国参议院昨天是全票通过了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众议院是在10月15号通过的 那么参议院呢一直呢拖延 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里面知道发生了很多问题 也就是什么 中共适当时有不少人在帮他忙的 希望拖延这个法案 但是呢是香港民众的不屈不挠的战斗 尤其是中大学生和香港理工大学这几天 浴血奋战以后大量的视频啊珍贵照片啊 在网上呢广泛传播了以后呢 那么卢比奥参议院就无比的这个着急 他最终呢就是说服了另外两位参众议员 一起呢去找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就逼着麦康奈尔表态 那么麦康奈尔呢最终呢是同意了他们的方案 就给出了一个快速通过的hotline的这个方案 那么这个hotline呢我都是解释过 也就是说参议院一共有一百位参议员 他分属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委员会 那么就有每个召集人呢就把这个议案呢 在美国这个议会里面有一个俗语叫医帽间 上就是大家小范围呀一个大家一个邮件组 在这个邮件组里面大家把这个问题呢谈一下 就看看呢谁有没有疑议他给出一个回复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只要有一个参议员反对 那只要有一个参议员反对就立即停止 也就是一百个参议员百分之一都可以 在没有任何人反对情况下 这个时间一到就算自动通过 完了以后呢完了就表决了 就不需要呢去讨论去每一个呢去辩论 因为过去呢有人不同意有人同意 那不同意他拿出一大堆不同意的理由 同意要拿出一大堆同意的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你变过来他变过去 这特别耽误时间 所以现在就要审券 有没有可能进入辩护程序 大家就把这个辩护程序省略了 也就是没有人反对 没有反对就表决了 表决看看是不是还有人们反对 表决的时候这时候反对呢 你仅仅是代表起票反对票 只要多数通过 尤其是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那就是提反钉钉通过了 所以说表决时候 这时候再反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在Hotline期间你反对呢 那还可以停止Hotline这个程序 你还可以进入一个辩护程序 所以说实际上在Hotline这个程序里面 没有人提出反对的话 到了投票阶段再来反对 那不就是完全没意义的了吗 你要反对你前面就说出理由 到了这个时候你再来反对的话 只能是让大家看见你反对 但是你那几票没用 你不影响整个法案的竞争 所以说呢 在昨天下午也就是华盛顿时间 2019年11月19号下午的五点一刻 正式的议案投票以后就全票通过 这个全票通过可是历史唯一案件啊 在美国国会历史上 真的可以讲叫唯一不是之一 因为没有第二个案子上一次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第二天 罗斯多总统提出要对日本开战 要全面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在国会参众两院投票时候 仍然是有一票反对票的啊 所以说当时即使是二战这么大的这个战役 那么参众两院都没有做到什么 都没有做到全票通过 那本拉登恐袭也是这样啊 本拉登恐袭以后 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很多议案 这个辩护程序都走了很长时间 有很多人有这个意见有那个意见 最终很多议案即使是通过也是磕磕叛叛 没有一次像这一次国会参众两院这么齐的心 能够对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众议院参议院全部是无条件的全票通过 可以讲只有共产党能有这样的邻居力了 只有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能够把美国参众两院 共和党民主党两党能够高度的统一 统一到反共这个议题上 统一到对中共的制裁上 统一统一到对香港民众捍卫他们的自由 保卫他们的人权上 所以说只有中共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你看看 所以你看看这一次议案的通过 实际上是检阅了什么 检阅了美国朝野 美国的这个精英阶层 美国的国会的政治家们 他们对中共的一个深刻的认识 所以说在整个昨天参议院这个会堂上面 简直就成了批判北京 批判中南海 批判中共共产党的一个大的会场 卢比奥参议员是投工 卢比奥参议员在发言里面 他明确就就深刻的揭示了 香港现在正在发生的就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试图把曾经在中英香港联合生命里面 谈得非常明白的 港人治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这个 高度自治的这个香港的民主制度 把它演变成一国一制 是什么制呢 就是共产党统一的专制 也就是中共企图把香港原有的民主制度 要把它修改成 或者把它演变成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专制制度 所以说美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 因此美国很多政治家们都抢先发言 可以讲参议员们各个争先发言群情激愤 参议员斯高特他放了两张图片 一张是8964坦克车的 一张是香港用雨伞阻挡警察进攻的 他用这两张图片对比了 就是美国认定的中国政治上最大的两个政治事件 一是三十年前的8964 二是现在正在香港发生的争取民主的运动 所以美国的参议员们各个争相发言啊 人人对现场的情况都了如智障 根本不需要别的参议员去介绍香港发生什么 他们人人知道 因为这就是这就是香港民众的了不起 他们把现场大量的图片和视频都发到了网上 让国际社会通通了解 能够让这一百位参议员们 每个人都了解香港正在发生的什么 香港理工大学发生了什么 香港中文大学发生了什么 所以他们很清楚 今天为香港他们应该做点什么 因此这两个议案的顺利通过 他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里程碑 他标志着香港整个民主运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可 也标志着共产党在香港 企图演变香港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的彻底失败 那么整个这个会议上一直通过 为什么没有人反对呢 你觉得没有人反对吗 共产党不是培养了那么多代言人吗 一点都不错 共产党在美国上层 在国会参众两院里面 在参议院众议院里面都培养了很多人 但是这些人这时候敢跳出来吗 哪一个敢拿自己来试一试 当年珍珠港事件时候 当时美国的一个什么和平主义者的这个女议员叫南京 她因为一票反对以后 她自己所在的州 她自己所在的州叫蒙大拿州 蒙大拿州的人民马上就给她发电报 告诉她人民会百分之百的罢免你 你给人民是一种耻辱 所以从此以后她就退出了政策 那么今天有哪一个参议员敢为中共说话 敢跳出来谈她的反对意见 在一边到参众两院全部都支持 全部都要表决通过的情况下 你出来反对 你有没有考虑过 你会被FBI调查 你会被中情局CIA调查 你要解释你跟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关系 到了这个时候 很多参议员想跳也不敢跳啊 因为这个程序 卢比奥这次运行的很好 他最终说服了麦康奈尔能走hotline这个程序 hotline这个程序就变成了 任何一个参议员你要提出反对意见 你必须在指定的这几个小时之内 要写出你书面的议案 而且是通知到其他所有另外99个参议员 那也就变成了你要亮相啊 这不是你偷偷反对啊 你要公开反对 而且你这个反对 你又没把握有人支持你 如果没有人支持你 你这个反对有没有效 肯定没有效 而不但是没有效 阻拦不了这个法案的推进 那么还会造成你跟共产党关系的调查 如果你跟共产党真有关系 你觉得经得起美国国会调查 经得去美国中情局的调查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那些为共产党曾经说过话 往共产党办公室 拿个共产党利益 拿个共产党钱的这些人 到这时候是不敢置身的 所以说整个这次参议院里面 他的表决就体现了 就体现了美国所有的参众两院的国会的议员 众议员参议员们都能够什么 一致地认定 今天铲除中共 今天保卫香港人民的民主人权 比什么都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有个人私心的也得悄悄藏起来啊 这时候你敢露吗 所以说这是属于我们看到 没有参议员公开站出来反对的这个一个现象 那么很多网上的人是在说 不一定有用 没什么用 通过这个议案只是表达一个美国的立场 真的你打击不了什么 对中共没什么用 这没用吗 二百万香港人上街 中共一生都没坑 中共根本无所谓 不在乎你们几百万人上街 名义算什么 但是美国参议院通过这个议案 仅仅几个小时啊 外交部 中联办 港澳办 特首办 人大常委会赶紧发言啊 纷纷制裁 纷纷指责 为什么那么着急啊 因为什么 因为出到了共产党的痛点 这个议案里面的几个要实施的这些方案 对共产党个人都是有打击的 所以他们一个个出来着急了 要批捕美国 说人家是侵犯它的主权 是干涉它的内政 是干涉它的内政吗 有很多网上的小粉红都在那里讲 这你美国人通过我们一个香港议案 你算什么 你不是干涉我们的内政 这和你们的内政有关系吗 我告诉你啊 这是美国国内法 它指正美国有效 为什么 你不懂 那我就给你科普一下 我就告诉你啊 先给你举个例子啊 如果你家有一个大庄园 你这个庄园内南开满了鲜花 那种满了瓜果 养满了牛羊 那么这些农产品这些牛羊 你到了时候你就会卖 你就会指定几个人帮助你去销售 那么谁帮你做的好 谁给你带来效益 谁给你维护品牌 你就会对他有一定优惠政策 帮你销售的那些商户 他就会征受你跟他之间定立的条约 在售货服务啊 价格稳定啊 各方面 你都会维护这个品牌 如果你违反了 违反了作为你家的农场主 你还会继续给他这个优惠吗 你还会给他随之便便 再到你的庄园来 再跟你继续进行贸易 再来跟你拿货吗 所以说很简单 美国香港人权制裁的这个民主法案 就是美国曾经给过香港很多优惠条件 但是香港是基于他能够保持高度的繁荣稳定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这个前提的 如果你不能够保证 那么显然美国会取消给你的优惠 因此美国的这个香港民族人权法案 它实际上就是取消给香港过去承诺的那部分优惠 这不是人家的国内法是什么呢 同时不允许你香港和你中国大陆所有破坏这件事情 随随便便到美国来 已经在美国的请你走 有绿卡路要吊销有财产要冻结 就这么简单啊 人家家不给你来啊 这不是人家的国内法吗 伤害到你什么内政啊 所以说小粉红们首先要搞明白什么叫香港民族人权法案 这个法案跟美国和中国彼此有什么关系 它制裁香港 它仅仅是从美国自己的角度出发 美国可以给你优惠也可以不给你优惠 美国可以允许你到美国去 也可以不允许你来 你已经在美国的 美国可以让你呆在那儿 美国也可以赶紧走 你有绿卡的有财产的可以把你吊销和冻结就这么简单啊 香港民族人权法就是这样啊就是通过这个问题来解决了香港民族人权法案 那么你说干涉了你们国家的自由干涉你们的内政那你中共也可以通过一个华盛顿民族人权法案 你天朝也可以开一个大会啊叫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啊要求美国 必须什么有印第安人有他们原住民选去美国政府 选去美国总统选去美国国会 现在的美国政府你认为是非法的你不承认 你号召你号召印第安人民起来推翻美国政府 然后你也给现在的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的人制裁嘛 也把他们承担你中国的这个钱把它冻结嘛 也把他们的绿卡吊销嘛 问题有没有 有哪一个美国的参议员有哪个美国国会的领袖有哪个美国的总统 他们会有钱承担你中国他们会在你中国拿个绿卡 你就自欺欺人吧 但你天朝可以做啊你可以让他会常委会通过一个票案 你可以全票通过啊 然后你制裁美国啊告诉他你这个政府我们不承认啊也可以这样干啊 美国人绝对不会他们去发表一个声明说你是干涉了他们的内政 整个香港民族人权法案通过以后 现在这个程序呢就变成什么 变成了众议院和参议院他各有一个版本 这两个版本呢很快呢在文本上要合一 也就是把这两个文本里面大家表述 一些细节不同的地方呢 把它呢合二为一以后就送交总统了 那么也就是川普总统他有一百八十天的审核时间 他可以签署 他一旦签署以后这就作为美国法律就正式生肖了 那么现在文本呢已经统一呢有四点 这四点呢是已经完全统一的不需要讨论的 那么已经统一的四点呢 我跟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 第一点就是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度都要上报 整个香港受侵害的这些人权人士 要冻结那些在香港企图侵害香港自由人权 侵害香港一国两制 毁坏香港自由繁荣稳定的中国大陆的和香港港区官员 对他们这些人对他们的资产要冻结 对他们的绿卡要吊销 对他们要限制在美国的签证 这是第一落实到人头 就是凡是破坏香港的破坏破坏中英香港联合赠民的 对一国两制没有执行的 没有做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同时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 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官员还是香港本地的官员 他们的签证会吊销资产会冻结 他们已有的签证会取消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美国每年必须有美国总统或者是国务卿 向国会报告这个整个香港一国两制执行的情况 实际上就是给中共的一国两制给它套了一把锁 也就是中国的一国两制每年都要到美国国会去亮相一下 去检查一下一国两制是否落实了 中英联合香港生命执行的怎么样 美国如果给香港继续的优惠政策 原有的制度执行是不是保留了 这是指第二项 第三点就是美国国会每年要审核香港他们本地的自治状况 也就是他们的法治情况 民主情况 他们的自由状况 中国共产党他本身 他的这个专制制度在香港是否蚕食了香港的民主 所以香港他在回归之前所保留的所有民主制度 美国国会要对他有一个审议 如果审议的过程中发现有问题 或者达不到他在回归之前 曾经有过的这种民主自由繁荣动 那么美国就会制裁 这是指第三条 第四条就是对制裁者无论是来自中国大陆 还是香港的组织或者个人这些人都是需要制裁的 绝不是因为就是什么你是中国大陆的 这件事也不制裁你 这只制裁香港的官员 或者是因为你是香港的官员 那就只制裁你香港的不制裁中国大陆的 也不论你这些官员的职位高低 上至北京中共中南海中央政治局的高层 下至香港一个普通的警察 都在制裁名单范围内 这个制裁名单由美国国务院 也就是有国务卿领导的国务院 每年向总统汇报 然后向国会提交 这就是已经完成的这个文本 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他们共同有的四项内容 其他的内容和细节呢 还需要他们呢再斟酌一下呢 然后合二为一以后把这个文本送到总统那去 那么报到川普那边去 也就是说川普就要做出决定了 也就是川普你现在跟中共正在谈的所谓贸易谈判 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 川普你签不签香港民族人权法案 川普如果不签 那么显然川普会冒整个美国参众两院 国会议员对他的意志抨击 而且他会失去他的选民 失去选民他就失去了明年2020年大选 所以川普不签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几乎没有的 那么川普签 签可能就会得罪中共 得罪中共以后就变成了中美贸易谈判 会受到一定影响 那么这件事情得罪了中共怎么办 我相信川普会有这个预案 也就是中共既然参众两院都一致通过的这个方案 重重签是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签了以后就变成了得罪了 中美之间的贸易就谈不下去了 谈不下去就谈不下去了啊 所以我觉得川普一定是会签的 这也就是说美国朝野已经完全做好了 一直要帮助香港人民在香港这个问题上面优先于 按照川普讲的优先于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为什么美国人民一定要帮香港人民 很多人想不通觉得我们也不是也奋斗了几十年吗 你奋斗了什么 你们奋斗的东西让美国看到什么 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包括美国的领袖看到的都是中国人 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内部的共产党的官方声音 说是共产党如何如何好 中国人民如何如何幸福 14亿人民怎么样怎么样 包括这次香港他们在反对 一直反对美国通过参众两院通过这个议案的时候 他们仍然绑架香港人民 说是整个这个议案的这个通过实际上就是伤害了14亿中国人民感情 伤害了香港750万人民的感情 香港两三百万人走上街啊 人家反对你中共啊 是伤害人家的感情还是说帮助了人家 所以中共它就历来是绑架中国人民的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大量的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大外宣 以及他们在海内海外的人都是向美国朝野传递什么 中国人民活得很幸福 即使是中国那些地沟游啊 毒奶粉啊 中国人民好得很 很多人吃着地沟游忽得毒空气打得毒疫苗 他们都在夸战共产党好 这在中国是不争的事实嘛 绝大部分人都在夸共产党嘛 所以说你们不奋斗你们不要求改善你们的环境 你们要求人家美国什么呢 人家香港人民的日子比中国人过得好得多 人家根本不是在乎于物质 而是人家不愿意他们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些民主自由被中共蚕食 他们不愿意他们自己应该有的做人的增援的权利被变成变成好像是你共产党失事的他们一样的 中国就是什么中国人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拥护共产党 因为在中国除了权贵阶层 权贵阶层毫无疑问他也不吃地沟游的他有特供对不对 你买不起那一个高档的食品他可以全部进口 你吃不到奶粉他们到国外去带 所以在中国有相当的一个阶层也就是共产党里面的权贵阶层 包括一些依附共产党已经挣了点小钱自己手上条件比别人好的人 他的幸福和快感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 什么地口有了毒奶粉呢 你毒奶粉他不是毒奶粉啊 他可以到海外带啊 所以说他认为他比别人有更优厚的权利他自己过得比别人好 他心里面就满意的不得了他当然就感谢共产党 所以今天香港产生了这个大面积的这个街头抗争以后 他们反而认为香港人破坏了正常的秩序 影响到买奶粉了 所以他骂人家香港人是废青 在中国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吧 在中国你看过有几个家长会教育自己的儿女跟他们讲 你起来要为自己的民主而奋斗 你为自己人权要去争取 你一定不能忍受现在继续吃着地口油呼着毒空气 然后吃着毒奶粉你的孩子打着毒疫苗 你不应该忍受这种制度 中国有几个家长会跟儿女去讲 中国又有多少人他们自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 他会去反感他会去反对中国这个制度 所导致的毒奶粉毒空气毒疫苗 没人反对啊 那些权贵阶层他自己可以通过他的权利 通过他的金钱他来解决他的所谓毒奶粉毒疫苗的问题 至于没有钱本身生活在最底层的 中国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是最隔分共产党的 他们的利益每天被伤害 但是他们总是有统治者的思维 他们总是吃着白菜的命 他们操的是卖白粉的心 中国就是大量的这样的人 中国大量的有钱阶层已经移民海外的 在海外已经享受了所有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所有的权利 享有西方民主的自由制度了 完全没有放火墙 什么都了解情况下 他仍然歌颂共产党的专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会帮你吗 美国之所以帮香港人民 那是香港人民自己奋斗的结果 你看看香港人民这么五个多月来 他们多少流血多少牺牲 他们每一次碰到艰难矿苦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退缩过一步 他们有没有每天在他们整个香港人之间 你埋怨我我埋怨我 你抓他的特务 他说你在陷害哪一个人 他们有没有每天去想着跟政府勾兑 想办法拿到政府里面的资金 然后去陷害他们的同胞 你在香港整个这个团队中 你看到吗 所以说美国人今天帮香港人民 就是因为香港人民自己争取的 至于中国大陆人民没有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你就没办法 为什么香港要不断的警察 要不断的镇压 要不断的清洗 就是他们希望赶在美国通过的 这个香港民族人权法案之前 能够把香港的这个火呢 把它扑下去 所以他们先冲击中大 要在中大做人 后来他们搞理工大学 一开始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要进攻理工大学 后来才搞清楚了 进攻理工大学 按照林郑月娥讲 是理工大学里面正在制造汽油弹 正在制造爆炸物 已经变成了香港的一个兵工厂 林郑月娥这叫颠倒因果关系 如果没有大量的军警去进攻人家理工大学 理工大学根本不存在要制造什么 要制造什么汽油弹制造什么燃烧弹 大家很清楚理工大学什么 大家都学理工的 在理工大学里面各个实验室里面 把这些汽油弹燃烧弹造出来是非常容易的 那是因为你们要进攻人家人家进行那种自卫啊 为什么要进攻 因为他们要对理工大学的学生 要进行清洗式的逮捕 也就是在理工大学 按照林郑月娥宣布的就是 不管你是投降的主动和平退出来的 我们要抓捕 你负与顽抗的我们还是要抓捕 也就是随你怎么样 我们都要抓捕就是一定要逮捕 他们已经逮捕了 按照林郑月娥那天公布的是六百个人里面 其中二百个是未成年人抓了四百个 很快香港警方就已经告诉 光在理工大学已经抓了一千一百个 也就是他们要把理工大学人全部抓进 通通要抓捕 那么你通通要抓捕 你又用你的警察去强攻 人家当然要自卫 自卫的情况下理工大学他们有这个条件 因为他们都是学理工哥的 他们制造这些燃烧弹汽油弹容易的很 所以他们死死的保卫他们的校园 这就是今天香港为什么民主人权法案 能在美国参众两院能顺利通过 就是现场的记者现场的学生 运用现在多媒体 运用现在网络时代这个传输各种影片 传输各种图片非常便捷的这个通道 把他们自己应用抗争的行为散布的让全世界知道 让国际社会知道 而中国大陆呢 中国大陆你看看 微博也好微信也好 你到那个上面去看看 一片割武生平 随便中国发生了再大的灾难事故 整个微博微信上面都是割武生平 都是开心得不得了 都是赞美着共产党 包括连张柏志这样的一个香港隐形 他的香港同胞遭受到如此大的苦难 他要到中国去赞美共产党 他要跟习近平对香港要去止暴治乱 这就是中国人今天的现状 因为你这个现状美国人就不会帮你 而美国人要帮的就是香港大学 香港中大香港理工大学的同学 香港理工大学同学可以讲不要太有智慧 他们在被警察包围的情况下 他们采取了从下水道逃出的这个方式逃出了相当一部分学生 可以讲我看到那个视频啊 因为我的视频是不允许插到我的这个YouTube里面啊 我只要一插YouTube就会警告 就会停掉我的节目 所以我没办法插进来 过去我的视频节目呢 我经常会把一些精彩的片段会插进来 今天没办法插 所以我只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看到的这一段视频 它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同学非常有智慧 他们是在外面专业的人员指导下 知道下水道的所有结构 然后他们的同学通过下水道 男生女生都有通过下水道里面不断的分辟的逃了出来 可以讲非常像萧生客救赎 又非常像美剧的越狱 可以讲整个理工大学同学充满着智慧和勇气 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 这个影片给美国参中两院的这些议员 这一国会议员看到以后 他们怎么能不爱护这些年轻人 怎么能不希望这些年轻人获得他们的自由 能绽放他们的智慧 能为香港的民主做出奋斗呢 所以这是很典型的事实嘛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所以在不断的帮助香港人民 美国帮助香港人民也是美国这几十年学费 交下来以后 他必须要重视的一个结果 因为中共他搞的所谓千人计划 三十年前在美国推行了他的千人计划 这两天国会在作证 可以讲联邦调查局 他讲他们十分后悔 他们对中国发现的太晚 已经让大量的在美国的学者 被中国用千人计划已经俘虏了 中国的千人计划本来只是打算在美国征召两千个左右的科技人员 结果他们发展了七千个 基本上这七千个科研人员在共产党的各种利益的捆绑下给什么资金啊给研究经费啊搞什么合作啊 然而他们在美国拿到了美国大量的项目把美国大量的知识产权全部盗取到中国 今天中国的壮大都是他们盗取美国知识产权的结果 而在这个过程中FBI疏于之手 他们让大量的中国的这些科学家能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把美国的知识产权全部盗取走了 所以说美国交出了必然的学费 这个学费的交出他们到今天已经认识的越来越深刻 节目的最后一段我要跟大家谈一下 曾经香港的有一个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雇员叫郑文杰 郑文杰的案子上一次他被中国抓捕以后 中国是说他嫖娼 嫖娼15天以后把他放回了香港 这个案子一直是没有下落 我曾经在我的推特上还问我 谁知道郑文杰嫖娼回到香港以后 他的情况一直是没有下落 我很关心 现在我才看到一段英国BBC对他进行采访的一段新闻 那么郑文杰这个采访的新闻 我才了解了郑文杰的情况 郑文杰作为香港使馆的一个雇员 经常呢要到中国大陆去参加各种商务活动 郑文杰这个人本人是在整个香港反送中心动以后 他就主动的加入了这场行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英国使馆也是希望雇员们能够通过他们自己接触到香港市面 能够了解香港的市民事情以后呢 能够把一些香港正在发生的各种反送中运动的一些内容呢 把它枕边汇集到呢 使馆们要作为一个资料参考 所以郑文杰在做这个事 他在做这个事的过程中在他的手机上呢就留下了很多痕迹 郑文杰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这次出事 实际上他自己判断的两个原因是不对的 是因为什么呢 郑文杰被抓捕 是他到了整个大陆去从事一个商务活动 商务活动结束以后等他回到香港在西九龙社团被抓捕的 抓捕他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被抓捕以后国安部门当时抓捕 主要是询问他自己为英国使馆做了哪些收集香港里面反送中运动的事 最关心的中国的国保国安是希望他能够吐露英国使馆和英国政府部门给整个反送中运动提供的多少经费 他在接受BBC访问的时候 他是完全否决英国使馆和英国政府给过这个香港任何资金费用的 因为这件事根本没有嘛 没有就是他们就驱打他嘛 希望驱打成招嘛 他自己讲对他吊起来啊 什么登马步啊 上背靠啊 这种在看守所里面中共用了几十年的这种折磨人的手段 我建民曾经全部藏受过的刑法 他呢可能也受了一部分 那么他自己在受这一部分过程他扛不住 扛不住关心的是什么 是因为就是共产党裂到他的软肋 裂到他的软肋呢 他一直认为呢 是因为他有过一个大陆的朋友 这个大陆的朋友跑到香港去参加反送中运动以后呢 被香港警方抓捕了 所以说呢 他这次回到大陆时候呢 他这个大陆被抓捕 还留在香港的这个朋友家里面的亲属呢 是给了他一部分经费 所以希望他把这个经费带到香港 去照顾他那个已经在香港警方抓捕的 他这个大陆曾经的朋友 他认为这件事可能是出入了国保 要么就是因为他帮助大使馆 帮助英国大使馆收集一部分反送中的这些信息和资料 触犯了中国国保 其实我认为他讲的这两个可能性都不大 可能性大的什么是因为他自己在使用微信 因为他使用微信 所以中共就完全通过他的微信 掌握了他自己在整个深圳期间的所有的行动 他认为他没在微信说什么 你是不是要说什么 但是你在微信里面这个微信就记录了你自己 整个行走啊 你吃饭啊 你打车啊 你交友啊 你发的各种帖啊 你跟哪一个人往来 所有你的微信都记录了 每时每分 你干了什么 因此中共是通过他的微信 知道他曾经去过一家按摩院 所以中共马上后来就围堵了这个按摩院 在这个时间是不敢抓他的 因为他作为英国使馆的一个顾务员 不能随便抓 没有确准的证据 结果中共的这些国安国保 跑到了那个按摩院里面 一下子就知道 你来过这个按摩院 你肯定漂不长 因此呢 就以嫖娼把他抓了 对于他有没有嫖娼的问题 BBC的记者是明确要的回答 你有没有付钱嫖娼 他是回避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他肯定是嫖了 所以说他讲说 咱们不要谈嫖娼的问题 他是回避了这个问题 他说重点不在于什么嫖娼 重点是中国国保 用过我的嘴巴里面能够交代出 英国有没有往香港投入经费 是这个是重点 虽然他把话题扯开了 但是我认为他的问题全处在他的微信上 出在他自己装了微信 出在他用微信跟别人交流 出在他的微信记录了 他曾经去过那家按摩院 这是他之所以最终被中共警方 在西九龙手段抓捕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抓住你因为你去过按摩院 又可以以你去过按摩院这个事来要挟你 最终所以郑文杰 他被中共以嫖娼为名 把他关了十五天 回到香港以后 他因为考虑到他自己的事情 在英国使馆里面不可能继续工作了 他要考虑他未来的前途 所以前一段时间 他没有暴露出他回来以后 他整个这个事情的过程 现在他可能已经安顿好 他自己今后的去途了 他觉得已经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 所以他接受了英国BBC的采访 郑文杰的事情就再一次告诉我们 凡是你用中国大陆的这个交友软件 尤其是微信微博 你最终不管你在这个上面 你说没说过话 你做没做过什么事 中共都可以通过这个软件 去锁定你的行程 最终中共就可以对你进行定点打击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要认清 中共的邪恶 它是对于中国所有人进行监控的 而这种监控就用现代的社交软件 包括华为手机 包括微信 包括微博 包括很多人很自豪的 我在中国刷脸 就可以吃饭 就可以玩 就可以打车 就可以娱乐 你在你刷脸的过程中 也把你自己所有的影子 刷到了共产党的数据库里面 共产党不是今天不抓你 是共产党今天还没有想过要收拾你 当它哪天要收拾你的时候 从数据库里面一掉 你就等待着共产党把你往牢里面送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